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太震撼了 一眼望全是光头美女 都结婚了 单身的快去舞台山想个尼姑回家结婚 图尾典礼现场网报刘涛与王柯离婚 工作人员回复三个不今日 网上爆出刘涛与父上老公 王柯离婚的消息 有媒体联系到刘涛 宣传总监曹燕难求证 对方诉回 不识消息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不传谣 不信谣 彻底粉碎外界谣言 2007年8月 刘涛与王柯在北京王府警办到饭店的电梯中相遇 一个月后 从报纸上打听到刘涛下落的王柯 特意去参加了一场时尚派对 在那里 两人正式相识 爱火滋生的迅猛而又热烈 仅仅20天后 两人就在北京某婚姻登记处登记 2008年1月 两人在北京斥资400万举行盛大的婚礼 随后刘涛宣布西影推出演艺圈 并为王柯生下一女姨子 2013年2月26日 在电视剧嫌妻付出的刘涛 更新长微博详述了老公王柯破产后的坎坷婚姻生活经历 被网友封为贤妻 其中 就有他在里面详细回顾了两人破产后到后面 慢慢重新回归到 正鬼生活上的一些事 而两人携手同行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 也打动不少人 之后刘涛和王柯在微博上 不时秀恩爱撒狗粮的行为 也让两人成为娱乐圈模范夫妻的代表 女子出卖肉体为弟弟还债 男友不反对还借钱 给他为了给弟弟偿还高利贷 淮南一女子江某 竟然通过卖淫的方式来赚钱 淮南山南警方以此为线索 成功捣毁一处涉荒场所 抓获涉荒人员16人 4月3日中午 淮南市公安局山南新区分局 三河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江某有蔓迎行为 当民警来到江某的出租屋时 江某神情紧张 与民警交谈时颜色闪烁 加之江某无法提供有效仲见 民警依法江江 某带回派出所询问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和说服下 江某终于说出了自己蔓迎的事实 今年23岁的江某是江西人 2016年初来到淮南打工 在朋友的介绍下 江某认识了老板田某 让江某没有想到的是 田某所谓的生意 竟然刚得是出卖肉体的我错够的 在朋友的说服和金钱的引诱下 急需用钱的江某 最终选择了蔓迎这种方式来赚钱 我弟弟在江西老家做生意 干亏本了 欠了人家好多 高利贷 江某看着弟弟每天被人追债 心疼不已 为了给弟弟分忧 他来到了淮南 希望能赚钱还债 从2016年初到现在 江某将卖银所得来的钱 几乎全部都给了弟弟 江某在淮南 还找了一名医生男友田某 田某不仅不反对江某卖银 还借钱给江某帮助其弟弟还债 4月3日晚 在江某的配合下 山南新区分局成立行动小组 出动警力约30名 对江某所在的某喜遇场所进行布控 行动 小组一面控制该场所各处出入口 一面安排民警入场秘密取证 最后 内外民警同时展开行动 一举端调该处涉荒场所 目前 涉嫌容留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犯罪嫌疑人 王某等5人 已被刑事拘留 江某 田某等11名卖淫嫖娼人员 分别被行政拘留或罚款